哈囉同學 歡迎收看ASEP凱耶數學 緊接著啊 看到那個你國小喔 最害怕的折扣問題 我很多學生都會跟我說 他覺得折扣問題很恐怖 為什麼會很恐怖啊 當你以後在花錢的時候 你看到折扣其實會很開心的 對不對 所以有折扣你當然要把先折扣的這種東西 搞懂 OK嗎我們要把它搞懂 第一題 某個物品每件成本是X元 好如果造成本 加三成 按照成本加三成 作為定價 那個意思是什麼 好我等一下把題目念完再回來講 那再造定價的 7折出售 那我可以賺多少元 我問的是賺多少元 好什麼叫做加三成 如果我今天的成本叫做100塊 那100塊的三成是多少 三成是30%嘛 所以100乘以30% 這個叫做30塊啊 所以我要加那個30塊 所以總共要130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啦 然後如果你今天把它乘以30% 然後算出30 再把它加回去太慢了 所以以後等你看到說 我們加三成作為定價 請你記得 加三成直接就是乘上 1.3倍的意思 可以嗎 所以定價目前叫做來到130塊 那再按照定價的7折出售 我按照定價的7折出售 什麼叫7折 打7折嘛 所以打7折就是乘上0.7啊 所以這裡就叫做130塊 再乘上個0.7 好所以先算了一下 它等於91元 也就是最後 然後我賣91塊給你 你有賺嗎 當然沒賺啊 你的成本是100耶 100塊 然後賣你91塊 我當然是賠 賠幾塊 賠9元嘛 對不對 好所以如果你用 數字來講的話 這一體100變成91 我是賠9塊 那這個9元是佔100元的 是佔100元的9%嘛 所以我賠9% 所以我賠掉了0.09x 好 其實你可以算出a啦 但是當然這個只是講給你聽的 我們還是要用x來做 OK嗎 所以第一個 老師寫成本 成本目前叫做x元 那再來加三乘之後 加三乘 所以現在多少錢 加三乘不就是1.3x嗎 對不對 好一個一個來 成本x加三乘之後 叫1.3x 然後我再打7折喔 所以打7折 所以就等於1.3x乘上0.7倍 所以會得到0.91倍的x 最後問的是賺 當然有賺嗎 沒賺啦 所以是賠多少 你把x和0.91x相減 所以你就知道是賠了0.09倍的x元 好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題 因為怕你不熟悉 所以老師數字的也講一次 x的也講一次 再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百貨公司舉辦特賣會 全館商品按照定價打三折 打三折 打三折 打三折就是乘以0.3 再減1塊 好 意思是什麼 我說我的商品那個叫做 最後賣給你的錢 售價等於什麼 售價等於定價打三折 乘以0.3之後 再減1塊 這就是它的公式 對不對 這一題的公式叫乘以0.3 再減1塊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 他說什麼 定價如果是x元 售價多少 這x不就簡單了嗎 這如果x元 那售價就叫0.3x 售價就等於0.3倍的x 扣掉1嘛 結束了 0.3x-1 好再來第二題 很多孩子會錯的地方 如果今天是售價y元 那定價多少錢 售價y元 哈囉 售價y元 也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y 所以y等於什麼 y等於我的定價 乘上了0.3倍之後 再減1 所以我要問的叫做 定價多少錢 對不對 是不是要問這個 怎麼辦 來第一個把-1丟過去 變成了y 加1 加1完之後呢 老師 乘0.3丟過去變什麼 除以0.3 所以就是y加1之後除以0.3 這個答案是多少 OK 這個答案是多少 好對不起 因為有點擠齁 所以我把它寫在 寫在這邊 你等我一下 我把它 稍微拉一個 先出來一下 好 我說y加1除以0.3 到底是多少 那就叫做y加1 除以0.3 那就是除以十分之三 那不就是乘以三分之十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寫出 三分之十倍的括號 y加1 也可以 你說老師可不可以寫 三分之十y加10啊 也可以 OK嗎 所以記得 這一個題目 很多人都會錯 因為它需要再換回去 你必須要再移項回去 所以y等於定價乘0.3-1 把-1丟過去變y加1 乘0.3丟過去變除以0.3 後續的化解你應該在前面就學會了